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嗯 好吃吧 就跟你說台灣小吃找我就對了 下次再帶你去士林野生 那你的小吃才是真棒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最喜歡吃台灣小吃了 你看我就是太愛吃台灣小吃 我才把自己吃得這麼胖 不是台灣小吃害的吧 明明就是你自己愛吃 然後又不愛運動 才把自己肚子搞得這麼大 你看我的身材保持得這麼苗條 都是靠運動 所以呢待會吃完了跟我去慢跑 呃 你幹嘛拿這麼大 不是 你幹嘛吹成這個樣子啊 沒有 其實齁 這個牙籤通常太小 那我的牙齒就剃不乾淨 所以我用這麼大的一個牙籤 可以順便清潔我的牙齒 還可以把這些肉給剃出來 誰告訴你飯後要用牙籤剃牙齒啊 呃 就是你最心愛的那個晃丹尼 唉唷 他一定是跟你開玩笑的啦 你知不知道飯後啊 最好的清潔方式是刷牙 之後呢最好可以搭配牙線還有漱口水 這樣才可以保持你的牙齒健康 喔 真的嗎 對呀我幹嘛騙你 來來來我剛好隨身都攜帶牙線 欸沒關係沒關係 不用不用不用 我痛我痛我牙齒痛 飯後需不需要使用牙線呢 對於口腔清潔的觀念而言 刷牙是最好的一個途徑 但是刷牙的話 我們其實只能刷到牙齒的三個面 另外牙齒跟牙齒中間的部分 臨界面 像例如說就是我講的齒縫 這方面刷牙的話 一般就是牙刷是沒辦法清理得很乾淨 所以牙線的話主要它是幫助是在 牙齒跟牙齒中間的臨界面的一個清潔 可以把一些食物殘渣跟牙菌斑給 做一個徹底的一個清除 所以飯後使用牙線是正面的一個觀念 會懷疑 在這個地方 會採和牙齒的地方 我可以用牙齒的地方